注视着手机荧幕 彭氏大儿子很想知道 片中的男主角跟自己一样 失去一条腿后如何面对人生 陪伴左右复位心灵 刺激之工持续了近两个月 四月份彭氏一家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大道 遭遇一场严重交通意外 五位家人送院治疗 此际的爱至今不曾间断 那边谁买给你吃啊 这边的爸爸买给你吃啊 慢慢嫁 慢慢嫁 过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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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有面子吗 有啊 有啊 晚了哦 他的妈妈晚上十点多 有时有心事啊 他一直会召唤我 我讲到我也是 还是很心酸 所以我一直陪伴那事情想 将心比心 他来到这边什么人都没有这样 是关怀到好像说 资深了 变成好朋友了这样 除了饮食照顾 眼镜在车祸中损坏 志工特意为商着安排 佩戴新眼镜 头发长了不整齐 理发师志工也上门服务 音符短了啦 你再剪下去真的是工作啊 车祸中唯一平安无事的彭爸爸 志工也不忘照顾他的心灵健康 接引他去做环保 他去做的时候也是很欢喜心去做这样 他手脚很快的哦 伤患住院 心情度日如年 慈激人爱的接力 宛如暖流庆兴 陪伴伤者与家属更坚强走下去 大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